章鴻路委員 委員好 部長 今天剛好植樹節 教育其實是百年素人 我長期在關注學校毒品氾濫的問題 我們很快速的來看一下幾個圖片 部長 這你應該看都不要看了 包著糖衣的毒品 是 這些是現在大家一直非常注意的 新興的一些毒品 這個派對歡樂送你覺得是什麼 你看得清楚嗎 這可能也是一個 這些毒品可能在傳達的一些訊息 你講齁 這那麼多口味 你看看了這個你就知道了吧 笑著笑著就哭了 你可以看得出來是什麼了吧 就最近大家關心的那個笑氣 笑氣啦 那再來 其實笑氣現在是不是管制了毒品 在目前它還沒有被列為在我們幾個相關的事 還不是嘛 但你看 笑氣它嚴重將會致死 然後會造成很多的很多的問題 尤其是我們這個很多的研究指出 包括我們國家衛生研究院 他就說我們現在台灣青少年使用毒品 首次喔是十二歲半 十二歲半大概是國醫 這應該是一個平均數啦 而且 那我 再下來齁 你們 我們一個學生的藥物濫用 各學制的統計表 從這邊來看的話 這幾年 其實 感覺這個毒品的問題好像沒有那麼嚴重了 照你這個統計表看 是不是這樣 是跟委員報告 因為 確實現在 因為行政院 跨部會 其實對於整個新世紀的這個 反毒 防毒的這個措施 其實是把整個部會 關到的這個資源能夠做結合 這幾年下來我們也在關注 應該說 不管在警方去做 這個是更務實的去看到 就去做這個處理 那當然 一方面我也覺得說 這個不應該存在黑素 所以教育部之前也跟我們警政署 做一個合作 一旦被警方查獲的 到底這些數據裡面 有在學 有沒有在學 因為這個 會反映一個很重要的 這些都是政府應該去面對的 不是說 教育部只管學生其他的 就不管 所以在106年開始勾計這個 即使對 尤其是在18歲 到大專這一段 我們看到了 有很多 在大學裡面可能存在 這些問題 也會去強化到這一段 那其餘 對於他不再學的這些 但是在18歲到24歲 或18歲以下 這也是政府要面對 因為這個可能就是 社會也會延伸出來 包含對家庭的一些問題 所以我想 委員所關注這個數據 我們一直都希望 這些應該要真實的被察覺 然後採取好的應對 在學校裡面 當然 我這邊教育部 跟地方政府說 一定要做到最專案的協助 個案的協助 而不是說我知道了 然後就不管是學生 或是藉由轉學等等這些措施 這個是過去這一段時間 我一直覺得 這是一個 在做教育上 一個最根本的事情 聽部長這樣講 其實你也承認 這個數字不一定是百分之百 真實 這個我們大家都知道 就跟你講很多請學生轉學 或什麼的 那剛剛我講到那個校企 我當然知道 這不是你教育部 你單純的可以去處理 不過教育部應該可以主動 去跨部會的 請大家來 這個校企這種 從製造商 就可以嚴格去管制了 對不對 只要跨部會來做 我相信就可以做得到了 我今天為什麼會特別要這樣子 部長 你們教育部 防治學生 藥物濫用實施計畫 你們在今年2月20號修訂版本 我不知道部長你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裡面有一個讓我真的覺得 欸 很奇怪 你們的預期效益 我直接念給部長聽 各級學校學生自覺有接收到 反讀相關訊息 普及率達百分之八十以上 部長 這是你們布定的喔 部長 你覺得百分之八十高嗎 他們 他們只要接收到這個訊息 百分之八十喔 高嗎 跟委員報告 這個也許可以再做一些調整 因為 在防讀的第一個工作 其實是讓學生接觸到 所以在這個階段裡面 過去教育部會用一個很大型的活動 我一直認為這些 接觸不到真正關心的學生 以及他的家長 所以在 這個去年我們採取了一個方案 就是希望培養更多的這些 已經接受過訓練的家長團體 至公進到班級裡面 因為我覺得這個接觸 有兩個好大的面向 一個是用一些比較有趣 但是讓學生接觸 另外一個 藉由家長傳達到 這個不只在學校 在家庭裡面也要注意 所以剛才委員提到的 這種傳達訊息 是應該要到每一位學生 我想這個我們應該做一個 部長 你們布定的計畫 竟然定一個百分之八十的標準 我個人真的覺得 應該有很大的檢討空間 百分之八十 你知道嗎我們只要算高中以下的 大概有三百二十萬的學生 百分之八十 你扣掉了 你就百分之二十的人不知道 百分之二十六十四萬的學生 六十四萬 那我們要定一個這個 我覺得 剛剛部長你講的都沒有錯 你小學生 你也可以透過學生 給家長 每一個家長一封信 然後可以跟他講 大家一起來努力 這個要注意學生 小學生可以 我甚至認為國中生以下都還可以 這個 就可以達到家庭跟學校來一起 而且 我真的覺得 這個百分之八十 我 奇奇不以為然 是 委員這個我們再做一個檢討 這個 如果你要達到目標 這個真的是要把信息傳達到 每一個學生 我想這個努力的目標 本來就應該做 部長 如果我們要求 我們要達到這個 只要在學校的校門口 做這個宣導 每天都放在那邊 你覺得學生每天這樣進進出出都不會看到嗎 部長看得到嗎 他不可能一整個學期都沒有去上課吧 跟委員報告 確實現在有蠻多 尤其對信心毒品這件事情 確實要讓學生經常被 這個我們也做了一些海報 只是剛才委員提醒教育部這邊 不要去自我設限一個 這種傳達是 越深入 越達到每一個學生 甚至到家庭 我想這個教育部會朝這個方向 依照委員剛才這個指教來努力 對 我覺得 你如果學生 就吸食毒品 他以後就是會犯罪的黑術 潛在的犯罪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 我們應該要去努力 那你們定一個百分之八十 我真的覺得 不知道是怎麼定的 我希望部長你回去之後 我覺得 教育 尤其是學校 如果訊息要傳遞 我認為 可以非常準確 而且效率很高的普及到每個人 這不可能只有百分之八十 如果真的有心要做 所以我覺得 希望部長 能夠把這個補起來 不然百分之二十 高中以下 就是六十四萬的人口 不是人口 六十四萬的學生數 這點我真的 謝謝 我完全認同委員 剛才這個提醒 完全認同 我們在這方面 我想應該再修 也應該往這個目標去做 是 好 那謝謝部長 謝謝 那我再請 那個蘇院長 請蘇院長 院長你好 委員長你好 委員長 很感謝 院長 您之前 1月31號曾有宣布過 所有海巡警察同仁 可以比照 我們軍警同仁 然後去國防部的醫院 或等等的 這些 他都比照軍人 不過 最近 我個人在 尤其像新北這樣子 其實很多人都很感謝 很多的警校都很感謝 院長這個政策 不過他們給我提出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 欸 新北啊 可能 目前他們要就醫 要跨縣市 如果要這樣的話 我不知道 院長 這個可不可以有解決的方法 謝謝委員 因為你這一個土還掉著 所以我 我特別 我回答 我也就這個 特別給委員 表示說明 就是 反毒要全面性的 尤其人一沾上毒品 不只是 請家蕩產 而且人就會人了 那常常是在年少無知 或是同學同才 幼淫之下染上毒品 所以我已經處理這個夜店酒店 這個管理 治安 現在 我在禮拜四一早八點半 我就要召集 內政部警政署 教育部 相關 學校的司長和 國防部 法務部調查局等 就是專門要討論 來解決這一個問題 就是 有關 相關部會 過去我當院長的時候 對於使用毒品 美砂糖替代療法 或者共用針頭的防治 因為有效 當時強力執行 使得 本來都成兩倍增加的 艾滋病 立刻下降 受到國際肯定 另外 對於相關 毒品 也非常有力的遏制 那現在 我對於防治毒品 不是只有抓吸毒者 而是對於製造者 運送者 都強力 然後對於軍中 軍人 我也召集國防部來 對於學校 不只是校園附近的販賣管道 對於學校 學生 同裁之間的誘引 要頭 的使用利用 等 或者是學生集會派對 使用毒品 或者是學生有異狀 因為使用毒品後 那個學生整個都不 跟平常不一樣了 這個都要求 教育部 折層 學校 不管是國立公立私立 中央地方 一定要嚴格把這些 截斷 而且要折層 相關導師 要發覺 所以剛才委員所提出來 如何防止校園毒品危機 這個確實是已經一個 嚴重的問題 那後天早上 我就要親自主持 相關部會 從校園到軍中 從學校到社會 全面防堵 至於委員剛才所提到 警察消防海巡人員 比照軍人 就醫優待的部分 過去我們宣布 也是蔡總統 特別指示的得意 就是 軍人 消防 就是 警察消防海巡 包括退役人員 因為工作辛勞 倍感尊敬 他們跟軍人 在 保家衛國上的奉獻 都非常一樣值得肯定 所以 比照軍人優待 所以在軍醫院 農民醫院 掛號優待 對於 就醫 就診 也應該 比照軍人 但委員剛才 特別提出來 有些縣市 沒有軍醫院 沒有榮民醫院 像新北 或者雲林 苗栗 六個縣市 有這個現象 所以 經過 進一步 在研究 評估後 現在行政院決定 就是 警察消防海巡人員 到 沒有軍醫院 農民醫院的縣市 部立醫院 或指定醫院 就醫就診 他的部分健保負擔 由政府補助 那為了公平 所以 軍人 農民 到 這一些醫院 就診就醫 既公平 也 部分健保負擔 由政府來給予補助 這樣 表示對軍人 對警察消防海巡的 一體照顧 也是公平 也是方便 非常感謝委員 特別注意到這個部分 為 警察消防海巡 從 同仁 的努力 肯定 跟對他們 願意 配合政府的 這個照顧 來 使用 那也點租 上次我們 訂租的辦法 還有不足 就是因為 有些縣市 沒有金醫院 農民醫院 我們就一次 給他宣布 像 雲林的台大婚院 就可以 就是 或者某一些 縣立的醫院 那我們指定的 或者 部立的醫院 也可以 這樣一體適用 就會 非常方便 有效 謝謝委員 特別注意到這一點 我們一定來做到 好 謝謝院長 謝謝 謝謝 謝謝